然後媽媽媽 Children啊 因為我常常不是一個探訪小群我 但我 Sah家就這樣 你先跟我一起拿出 analyzed愛的 只有一點這樣的 因為我怎麼覺得 之前 我經常不被我拿序 然後我序了一下我就等 挺快打的感覺 那大家都想去 那個沙灘就算 真的是跟他說 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發脾氣了 對啊 也不錯 比如說的 媽媽的話 就是選了手打舞 所以當時就選了手打舞 帶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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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得起來更大 蛤? 開? 你是我媽的 拍馬屁啊 拍馬馬 而且你有無森打馬開頭 腦力一下謝謝 本來這個 還很接近 然後再說 再等來一點 各種美麗 把你能創造出來的音樂 這些詞全往媽媽放了 出不了的 忘了你大不大電話 對 然後我兩天 你說我換圖鑰匙 其實我覺得 媽媽其實很容易 就是這樣 我和我爸組在一起 然後分家也很 很綠 但是說不 說不定 像我媽這樣 一個人走在家裡 等待有這個 找我的兒子 這是一個很難的一件事情 唉唷 那我們這樣 我們請媽媽 哇到到到到 我們這個 我真是 你真沒誇張 媽媽真是這個 最漂亮的媽媽 那是我 永遠都能說 我長得像我媽 那我就感覺很容易 那如果說像我爸的話 也挺好的 但是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 更多人聽到更多人說 欸 朗朗長像她媽 還是挺像的 對 太好了 謝謝 真像是這樣的 不是朗朗特喜歡 拍媽媽媽馬屁嗎 我們今天來了 先給媽媽一個見面裡 我們幫你拍一個馬屁 我們準備了一個 A做的一個手勢做給她 哇 多漂亮一份 小蝴蝶 對 我媽很喜歡蝴蝶 你知道我小時候 就是因為我媽說 有一次下班晚了 我把她那個 蝴蝶 弄壞了 也是一個蝴蝶 所以今天感覺是 感覺像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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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補償這個蝴蝶 現在我也總見不到我媽 但是如果是有機會的話 我就希望跟我媽單獨的相處 因為這樣 是 也比較好 對 所以 其實媽媽也挺擔心 朗朗的是吧 因為朗朗應該是一個 自理能力不太好的小孩吧 怎麼說 但是 她這個 她專業 在她這個 那個 視野上 這都沒有我們可操心 沒話 吃 吃 打掃 就是這裡 整理這個 形狀 尤其是整理形狀 打包 她是最煩的 但是我們就是不放心 最主要一點 是因為她的手 兩隻手 因為什麼呢 她都跟人家 每年都簽了 合約 所以說呢 我們就是 能幫助她一些呢 我們就當家長 盡量去幫助她一些 其實就是在這點上 比較衝心 所以阿姨以後 如果要討養兒媳婦 特別會理家室的那種 嗯 我想應該這樣 嗯 而且呢 還得就是 支持她事業的 對她 特別這個 照顧一些吧 特別照顧一些 就每天把她的手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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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 臘手 然後放 你別這麼說 這麼說完了 不不 臘手 最主要是 就是 應該 因為最主要是應該一條 是支持她的事業 嗯 這個 朗朗一路走來 在德國銷鑊王公 會到訪的胡錦濤主席 演奏專長公演會 在上海 為六部峰會現奏 甚至連布什總統父子 都成為她的重視 她所承載的 也不是她個人的榮譽 而是整個中流的交換 是她的故事 不是她的故事 是她的故事 是她的故事 不是一個個體 而是整個 呃 很多中國 以你為榮 聽說朗朗當初去美國的時候 做了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情 帶了一個國旗 帶了一個國徽 帶了一個國徽 拿了一個 就是 就是中國國旗 對 然後還有拿了一個 就是 一個朋友給我的 一個 秀國徽的 那個 一腳錢 就是一包錢 對 你當時為什麼想帶這些東西去 我覺得 我們都出去都帶方便面 因為 當然我想去美國方便面還是能找到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 就是找到一些有中國象徵的東西 尤其 這不是那麼 就是說 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我覺得 反正 我從小就是 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是談情 或什麼 你肯定是要 要把自己先 對你自己先負責 但是 你要在國外 你代表的 就不是你的人 你代表的是 一個國家的一個民族 所以我想 就是說 我要讓自己 永遠記住 我是一個中國人 尤其是在 譬如說 在看你一號 或者是世界盃 或者在金色大廳 當你談好一場音會的時候 或者是對全世界轉播的這種音會以後 他 他 就是說 他下來以後 你會感覺很 就是作為一個眾人 你會感覺很驕傲 尤其是有時候 做一個外交 你會走 就是上海之前 他把兩個國家的國歌 先造成 你會感覺 就是說 真是會感覺 對 對 而且很激烈 今天看完了 我們整個訪談 我覺得朗朗真的是 更加生動 更加豐滿 更加真實的一個人 沉向我們面前 那你別擔心 剛才媽媽說要找這個 兒子出來的標準 沒有人不會喜歡你 都會喜歡你 這還得需要些時間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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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在玩世界盃 六郭峰會的演出 朗朗又開始了她新的征途 為自民莫扎特誕辰250中年 而舉行的 塞爾斯堡音樂節 以及為電影《夜宴》伴奏 這些都讓朗朗充滿了期待 我們也衷心希望 朗朗能在國際舞台上 為中國再添一模亮才